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条前途未知的道路上 我们将迎来长高 变升 月经初潮等各种变化 但其实青春期的到来 往往比外在形态的变化要早好几年 或许就在某个普通的夜晚 在你不曾察觉的时候悄然而至 方号施令的是人体的命令中枢 大脑 位于大脑深处的一组细胞被激活 这些细胞第一次释放一种化学物质 并伸进周围微小的血管中 这种被称为粗性腺激素的物质 开始在血液中流通 作为化学信使 粗性腺激素将信号从头部 传递到其他部位 荷尔蒙对情绪的影响 会让我们情窦初开 也会让我们不断与家人争吵 虽然这条路上会有不安 躁动 忐忑 彷徨 但终究会豁然开朗 青春尚爱的我们能否健康 聪慧 能否承担未来的挑战与魔力 全看青春期能否拥有良好的发育启动条件 青春期的发育窗口很短暂 从启动开始 持续约四年的时间 通常 女孩的青春期 从十至十二岁开始 男孩从十二至十四岁开始 启动时间 有着很大的个体差异 这主要是因为DNA分子中 由于遗传和环境的影响 我们身体不同区域的组织和细胞 都有着自己的时钟 DNA分子中 就是基于几百个小时钟 计算出的代表整体的大时钟 反映人的生物年龄 跟我们的实际年龄并不完全一致 大部分孩子的青春期 都会在十到十四岁启动 有的孩子晚熟 比如实际年龄是十一岁 但DNA分子中只走到九岁 他的青春期就会来得晚一点 像有的女孩一直没来立架 家长带来医院检查 其实正常范围内的晚熟 不需要太担心 反而是性早熟和发育迟缓 是需要警惕的 这说明他在DNA分子中 没有正常转动 生长发育出了问题 除遗传外 膳食营养和生活方式 也会对分子中产生影响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身体 飞速发育的时候 青春期启动的窗口期很短 等到你反应过来 没给孩子准备足够的营养 发育可能已经到末尾了 青春期的启动 从大脑的下秋脑开始 释放一种叫做接吻素的蛋白 然后激发其他激素 在全身大量分泌 你可以把它们至今的联动 想象成斯洛克台球的开球 接吻素是白球 它的前面第一排 是醋性险激素 第二排 是醋黄体激素和醋卵泡激素 第三排 是瓷激素 熊激素 青春期到来 大脑开始挥舞球杆 激出接吻素 这些球 从我们出生时开始 就被放置在台面上 青春期到来之前 都是静止的 当第一颗球被击中 带来了迅疾的连锁反应 青春期启动了 这种一个激素 影响一系列激素 一系列激素 又影响下一系列激素的模式 已被有些专家称为 T-P反应 青春期的T-P反应 来得很逊吗 这是因为 各种激素都在大量分泌 除了雌激素 熊激素负责发育方向 还有生长激素 甲状性激素 提高发育速度 它们如同泄洪一样 大量释放 是青春期 急速生长的关键 在急速影响下 我们的身体 开始发生变化 很多人觉得 女孩来月经 男孩变身长糊的 就是开始发育了 但是在这之前呢 孩子的身体 其实已经开始 有了变化 比如 快速的长高 增重 女孩的脂肪主持发育 身上开始有肉了 胸部 臀部变得丰满 腌下和隐私部位 开始生长毛发 最后 出潮来到 雌激素让身体的发育 再上一个高峰 对男孩来说 发育先从生殖部位的增大开始 接着经历 毛发生长 肌肉激增 皮肤出油 搓疮 在青春季的最后阶段 开始变身 长出猴结和胡子 青春期 我们还会经历 心理的巨大变化 在激素的影响下 我们好像置身游乐场 情绪坐上了过山车 一时间高昂兴奋 一时间沮丧低落 脾气好像坐上碰碰车 总想与家长老师碰撞冲突 要独立 要自主 要叛逆 面对异性的同龄人 也蒙动了感情 渴望摩天轮的浪漫 但总归 游乐场是带来快乐的地方 青春期的发育 让我们拨开迷雾 变得细腻敏感 真切感受到了 活着 对美和爱 有了期待 这也是为什么 青春期的我们 看似强壮 凶猛 不讲道理 却尤其需要帮助 这时候 获得的情绪营养 能够滋养我们的一生 让我们在成年后 都会回忆 此刻的美好 家长们都头疼 青春期的孩子躁动 叛逆 甚至早恋 这并不是孩子 故意不听话 无辱正义 而是激素导致的 是发育过程中 必经之路 家长要懂得 关心和陪伴 要知道这个阶段的孩子 身体的变化 会让他觉得羞于其耻 心情也因为激素 变得闷闷不乐 身体和心理都不得见 家长却只看重学习 有些二胎三胎的家庭 更是一心扑在小宝宝的身上 让青春期的少年 变成了父母健在的孤儿 长期地忽视了 孩子的情感需求 让孩子缺爱 对他们的情感发展 未来恋爱 成家都会产生影响 除了缺少爱和关注 青春期的孩子 普遍缺少真正的膳食营养 挨饿的情况当然不多 但我们的食谱 有着很大的问题 匆忙的早餐 学校食堂简单的午餐 晚自习前兑付的晚餐 这样的一日三餐 能量密度低 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素摄入 严重不足 身体细胞 飞速分裂的需求 和大量用脑 让孩子们总感觉饥饿 但因为条件限制 可见的冲击食物是 泡面 辣条 糖果 炸鸡 这些空卡食物 对营养的补充 微乎其微 反而会动用储备的维生素 来帮助代谢 最终会导致营养不良 体重超标 精神萎靡 青春期激素的分泌 和身体生长 都需要充足营养 首先呢 蛋白质不能少 它是身体搭建的基础 有了蛋白质 孩子长高 长肉 才有材料 青少年对蛋白质的需要量 为每天120到200克 男孩因为肌肉增长很多 需要蛋白质的量 还要再略多一些 青春期女孩呢 对铁的需求量 也高于成年人 尤其当他们出巢来临 每个月会损失 50到100毫升的血液 至少要补充 15到30毫克的铁 动物肝脏中含有丰富的铁 可供选择 另外 大量的钙和磷 会参与骨骼细胞和神经细胞的形成 那如果钙摄入不足 或者钙磷比例不适当 长得更高更强的愿望 就难以实现 心 点 维生素B1 维生素B12 都被认为是大脑欢迎的营养素 考虑到孩子课业忙 家长工作忙 营养条件有限 家长可以选择给孩子一些营养补剂 为健康 兜底 青春期 是我们人生中一段既阳光灿烂又疾风 咒雨的日子 我们脱离了童年的懵懂 开始探索自我 走向成熟 其实青春期的重要 甚至要超过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我们留给家长的 最后调整 教育的气会 未来还很长 刚刚出发的身体 需要细心呵护 才能更好地踏上 人生的旅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